如果你Press的這個頁面不夠了 可以怎麼做呢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個加號 就在這邊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決定說 你要加在哪裡 比如說我從這邊按一下 好 有沒有多加一個跑出來 按了之後 除了這裡你看到之外 你會發現我的下面這裡 有沒有多跑一個 有沒有多跑一個跑出來了 那像這裡 你就可以 比如說我稍微移一下 他預設會有個框框 但是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的是 像我們現在這種方框的 還是圓形的 還是這種左右中括號型的 甚至有時候如果你內容比較特殊一點的 你就不要讓人家看到也沒關係 不要看到框框啊 反正我會來這邊就好啦 對不對 也是一個方法 比如說我可能今天是一個什麼影片 假設我就要放一個影片 那我來這邊 你看在這裡 這一個 在這裡 有沒有 你看我現在進來裡面了 我把它往後推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用看不到的 我先用成看得到的 你比較知道說我們的東西在哪裡 這樣有沒有一個圈圈 有一個圈圈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增加的時候 這邊就多一個在這裡 你點一下就進來了 所以我如果希望我在這裡 加入一個YouTube的簡報 那個內容 你只要給他一個YouTube網址就可以了 好 比如說我在這邊 看得好處是因為你在這邊 插入網址之後 你可以在裡面直接播放 好直接播放 比如說 啊 這個好了 這個還好的 好 我就借用網址 反正這邊還在跑 好我先 回到這邊來 把網址貼進去就可以了 好 影片就進來了 好 那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我要的這個大小 好 放過來 這樣子 OK 所以當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你如果進到這個頁面 你就按一下 他會自動把這個YouTube放到最大 這是他的優點 好 哇 現在看不到 是不是這個 可能現在速度比較慢 現在速度比較慢 所以那個 這樣 老師應該就沒有問題吧 好 所以你看我們插入這邊 那你記得 如果你進到這裡的時候 你編輯他 框框 好像不能改了 有沒有發現 你點一下可以加標題 有沒有 但是我如果想要改框框怎麼辦 請你把他苦一點點 用你的滾輪 往後推一點 這時候滑過來 你看 當我們滑到那外面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亮起來 有沒有 會亮起來 點他 就是如果你進到他裡面 他這個變成是不能改 好不能改 所以你要稍微往後退一些 稍微往後退一些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在這邊想要擦什麼內容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樣應該就沒什麼 疑問了吧 但是如果要調整順序怎麼辦 請問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什麼 跟我們marker是不是一模一樣 但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不要 按右鍵 好像沒有一個叫delete對不對 因為會增加還會減少 你怎麼會一直生產下去 因為他還把這東西叫做路徑 所以麥克羅 其實有兩個地方可以 兩個地方 一個叫編輯路徑 一個你就直接從下面 一個叫編輯路徑 它就不叫那個剪內容 所以我這邊我先繼續 我從這裡也可以按一下 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前面這邊有沒有不一樣 是不是多了 多了這些 所以你把它滑到你不要的 假設我這個不要滑過來 有沒有看到一個叉叉的 從這邊剪掉就好了 所以你要調整順序也可以這樣子 這樣調上來調上來 那麼它簡報的方法就是 第一張然後再切換到這邊 記得一件事情 編輯完了請你要回去 離開它 有沒有這樣就離開那個編輯路徑的模式 那我們在這裡第一個簡報在這邊 好那我做第二個它就進到這邊 然後進到第三個 它就會自動把你的畫面把它跳到這邊 所以那個順序其實就很單純 反正一整張 你今天有增加減少的你可以自由安排 這跟我們一般在做簡報 就有一點點不一樣這樣子 那麼也不侷限說我一定要多大 你可以小小的一個 可以小小的一個 也可以很大一個也沒有關係 可以是主視覺都可以 OK 那我把畫面還給您囉 你這樣應該就知道怎麼樣去增加 標準的增加是從這邊 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選這邊選類別 然後再按增加 都可以 好 還給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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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